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Alice 上次和大家去港鐵站做了幾個挑戰 見證了中國移動香港的5G網絡有非常優秀的表現 今次我就帶大家跳出地面 和我的拍檔Leo一起去講究新界各個戶外的地點繼續 嗯 我知道 就是繼續接受不同的挑戰 去幫大家找一個最好的5G網絡 事不宜遲 不如我們立即看看第一個挑戰是什麼 我們第一個挑戰就是由Google Drive下載一個大容量檔案 我們已經預備了有幾部不同SIM card的Samsung Galaxy S21 Plus 這部手機去接受不同的挑戰 事不宜遲 我們Let's go 好 我們現在來到荃灣進行挑戰 Leo 你有沒有看上次的挑戰影片 當然有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挑戰呢 我們現在有四部不同台的5G手機 你稍後就和我一起按下 再看看哪部手機下載得最快 好的 沒問題 我們數1 2 3 一起按 1 2 3 這部手機已經下載完了 嗯 對呀 它真的很快 你知道它是甚麼台嗎 嗯 先看看 它就是中國移動香港 對呀 其實它就是中國移動香港5G的網絡 看得出其實它都比其他快了很多 如果你有工作需要 或者你經常需要在街上下載一些大容量的影片 或者檔案下來的話 那中國移動香港的5G網絡就適合你了 嗯 明白了 咦 Alice 好像有看到一個新的挑戰 看看是甚麼來 我們下一個挑戰就是上載一個大容量的檔案去FTP 我們現在馬上走了 好 Let's go 不過 Alice 我們不是在開工嗎 為甚麼你待會帶我來黃金電腦商場逛街呢 誰說跟你逛街呢 我們今天特地來到這裡 嘗試用5G網絡上載一個大容量的檔案 FTP 經常掛著逛街 原來是這樣 那我們不如去那邊試吧 好啊 那我們現在可以開始挑戰了 Leo 你就幫我按鈕 一起上載這個500MAP的File上FTP 嗯 沒問題 那我們就1 2 3 一起按 1 2 3 已經有一部完成了上載了 嗯 是呀 就是中國移動香港那部 沒錯 就算在這個人流這麼旺的地方 上載一個大容量的File也很快 其實即是中國移動香港5G的網絡 無論是Upload file還是Download file 都一樣這麼快 嗯 非常好 咦 又有新的挑戰了 我們看看是甚麼來的 好 別讓它停 我們繼續看看挑戰是甚麼 這是新的 就是播放Youtube 4K影片 那我們立即去試試 好 Let's go 嗯 眨眼我們就來到銅鑼灣的百德新街 唉 看到這麼多潮牌 我好想念日本 我們是來工作的 不過這次我們就是測試用5G的手機 播放一條Youtube的日本櫻花4K影片 我們先看櫻花 當網門以後 先看櫻花4K影片 嗯 沒問題 好 那我現在手上這部5G的手機 是沒有連續用的Wi-Fi的 是 它是用5G網絡的 剛剛找了這條4K影片 沒有看過 所以不會有任何的catch 亦都沒有下載過手機 完全是即時滑入5G網絡串流的 好 我們馬上看看 覺得怎樣 非常好啊 很會順啊 一點疾都沒有 好像在家用Wi-Fi看片一樣 當然啦 因為這部機是用了中國移動香港的5G網絡 用來看4K寸流影片都會很順序 嗯 真是正 那我以後出家還可以超級地看片 非常好 當然啦 用甚麼說 嗯 咦 你看 又有一個挑戰 看看是甚麼 好 來到最後一個挑戰了 就是用SpeedTest手機APP 測試5G速度 那我們現在馬上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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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et's Go 上次我去了港鐵香港站做SpeedTest 今次來到觀塘 又看看這裡的5G網絡表現是怎樣 嗯 遲不以遲 我們馬上來試試它 究竟有多快 不如我們一二三一起按吧 好啊 一二三 你看這部 斬範就完成了 對呀 因為這部是中國移動5G的網絡 嗯 先看看 哇 這次的測試 它的下載速度是632 上載速度是105 比其他機器也快速了不少 對呀 其實SpeedTest的母公司Okka 不久之前就發表了最新的香港5G網絡表現報告 中國移動香港5G 榮和全港最快5G網絡2021年度大獎 嗯 一早知道了 果然是實至名歸 對呀 告訴你 其實目前香港5G網絡的覆蓋率 已經超過九成人口 所以其實用戶可以放心轉用5G 嗯 原來是這樣 讓我也快點轉為5G 轉吧 轉吧 嗯 其實5G一定是接下來的大趨勢 還有你看看 上次在港鐵站內 中國移動香港的5G網絡 有非常優秀的表現 看回我們今次戶外挑戰的結果 它的上載 下載速度 和時限都一樣有突出的表現 還有接下來新出的手機 無論是旗艦機還是平機 絕大部分都支援5G的網絡 所以精明的你想轉台和出機的話 就知道如何選擇了 嗯 明白 那好了 我們今次的5G速度挑戰Part2 就來到這裡 如果有機會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一起去挑戰 拜拜 拜拜